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講 其實對李先生有什麼期望 其實我對李先生其實充滿信心 其實這次我是代表《三界一》 特別關注我們現在香港的營商環境 同時間其實我有三個場合 通過我現在的場合就是《三界》 和體育界和青年界裡面 都有機會和他反映不同的意見 在《三界一》方面 其實香港作為國際都會 其實我們希望可以盡快和國際接位 所以那方面我們除了穩固 我們融入這個國家發展大局 同時間我們要強調是和國際接位 所以那方面我們希望更多的政策 包括我們看到可不可以在政策裡面看到 很開心就是香港怎樣在離岸人民幣 那方面可以有這麼大的角色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人民幣準備國際化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 其實我們可以發揮這個功能和特色 這些方面我們希望可以加強在它政綱也好 或者下一步的政策也好都可以推出來 那第二方面其實在體育方面 其實通過去年東京的奧運 大家看到香港市民都非常支持我們運動員 那我們下一步希望在體育可以在這個 政治化也好可以在這個普及化也好 或者下一步去追蹤我們更重要的 其實是怎樣可以去專業化和可以去產業化 就是這方面我們會提更多的意見 讓業界可以將體育開業可以持續發展 大家都非常關心青年工作 青年工作都是我長期比較熱心去推動的工作 我們希望真真正正在港澳大灣區那裏 怎樣可以作為一個接入 怎樣令到我們香港青年人可以通過大灣區 融入發展大局呢 那這裏下一步我們非常多的想法 通關期不期待 那我想大家通關都是我們最希望盡快看到的 你多久沒有回大陸 那其實我都是疫情到現在都沒有回去 就是很久都沒有回去 所以才一直期待 希望今年我們香港回歸15周年都一個姓氏 那希望我們盡快可以有個好的消息 如果回去最想做甚麼 就是第一件事 其實我們現在其實我想內地特別灣區的發展非常之快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回到去 其實都是想了解一下現在最新的 就是現在的環境 同時間我們現在香港其實回歸25周年 我們應該要跟台灣區議員來越感銘